记者陈欣于新北报道,新任内政部长徐国勇今天下午至林口市大运选手村视察社会住宅,表示日前营建署北外研究指出房价负担能力越低,生育率越低,而林口市大运社会住宅租金最低只要5500元,希望能及此促进生育率。 徐国勇除大赞选手村交通便利,更说中,先民众幸运的话还能住到戴资影住过的房间。 徐国勇曾表示内阁叛经济最重要政策目标就是包租贷管,社会住宅,上任第二天更到林口视察社会住宅,听完简报后,徐国勇惊讶地质问付家具一个月真的只要400元吗? 徐国勇更提及桃园机场捷运票价将减10元,加上公车转乘捷运优惠,住在林口设宅,每个月,30天通勤到台北市也只要2400元,表示许多人听到林口都觉得远,但公车转乘机捷运便利,未来还会新增每7分钟一般的公车路线,通勤费用比住在淡水,新店都还低。 内政部指出,林口社会住宅这次开放2500户招租,7月2日受理申请,8月15日截止,截至7月16日已收到超过1700件申请书。 内政部建议,因一房及二房型竞争较激烈,建议民众优先考虑三房及四房型,不仅空间较宽敞,而且中间的机会较高。